人家說天上濃肉,地上梨肉 梨肉是一種低檔固醇 高蛋白質的那個製膚品 大家好,我是海浪哥 今天我們來到了祥安 這裡有一位大哥聽說 梨肉生意做得非常的大 都是現宅現賣的 我帶你們來了解一下 大哥,你是哪裡的? 我是祥安本地人 那你怎麼會想來做這個梨肉生意呢? 人家說天上濃肉,地上梨肉 梨肉是一種低檔固醇 高蛋白質的那個製膚品 那你這個梨是哪裡來的? 是自己養的嗎?還是? 梨是從甘肅河北那邊拉過來的 拉過來自己再養一段時間 再宰炸這樣子 那你這樣一車拉過來不少吧? 一車差不多三、四十頭啦 哇,那成本也很大 差不多二、三十萬 那像這種梨一頭大概有多少種? 一頭差不多有三、四百間 四百左右間 這個梨要有三、四年 要差不多要三年左右才成熟 才可以宰炸 那個肉汁才好吃 下門這邊的話賣梨肉的人多嗎? 沒有沒有,現在下門只有我這家真正的賣梨肉 哪天都有沙嗎? 沒有,就是每週三、週五、週日有在沙 每星期三頭就這樣子 那你做這個梨肉生意有多久了? 做這個有四、五年的 那你怎麼樣賣的還好嗎? 還好還行,可以 像住島內的、吉美、姓林那邊的人 住在祥安的那個安徽人啊 河南的、山東的也很多 因為他們比較懂得吃梨肉了 對對,像河南、河北 他們那邊吃梨肉吃很久了 像我們南方能吃梨肉也會稍微比較少一點 對對對,南方這幾年比較有 不然南方以前都不太懂得 連那個梨、柔跟馬都很多人分不清 這個肉是同一價格還是分不畏在賣呢? 現在是同一價,就是像羊一樣 不分不畏,統一一個價 那是怎麼賣呢? 現在是已經賣五十五 那這個梨肉要怎麼做才好吃啊? 梨肉其實像豬肉、羊肉、牛肉一樣煮 怎麼煮都行啦 像紅燒啦、煮湯啦、阿寶啦 用鹵的啦,都可以了 你們這邊也有給人家加工嗎? 有,目前是比較少啦 我們加工會有收一點點加工會 正常一斤是差不多十塊錢左右 今天剛好有人訂了一個十幾斤 叫我幫他加工 你放的這個是什麼油啊? 香麻油 哇,你放這麼多薑啊 對啊,這個要差不多四斤多到五斤薑 要小火慢慢的把這個薑的那個水混熬出來 那這樣才會夠香 薑就要炸到像現在這個樣子 兩面金黃色 讓薑的香氣跟麻油的香氣融合在一起 然後就下肉去炒 肉就要炒到像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就可以下佐料 佐料下去以後 再放到砂鍋裡面 燜兩個小時就可以吃了 這個就是燜好的我們的梨肉 這個聞起來真的是非常的香 裡面有濃濃的那個香麻油和薑味 而且這個顏色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非常的誘人 你看看這個梨角跟梨肉一起燉 這個梨角真的非常的大 這個梨角這個皮啊 看起來滿滿的膠原蛋白 他們這邊不單有賣生的 還有賣這種替人家再加工 如果再加工的話 一斤會多十塊錢 生的一斤是五十五塊 不分不微的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不妨也來這邊可以買點嘗試一下 不妨也來這邊可以買點嘗試一下 不妨也來這邊可以買點嘗試一下